王玉梅的重炮 总是令人那么信服 当然对他来讲呢 1米90的身高 由于他体动的比较大 比赛都属于商业性比赛 可以用这样的比赛来锻炼 来磨合 我们想对于我们来讲呢 中国的电视观众和排球迷 也不会太过多的去抢 比赛里面打的 确实相当的出色 发球电源是陈丽怡 他在这局比赛里面 发球直接得了一分 另外马亦文发球 已经直接得了一分 OK发球非常好 最后人把他防下来 强托 所以有时候起跳起来呢 也是负担比较大 比赛如果打到第五局 那么通常王玉梅的体能呢 消耗就会大大影响他的扣球质量 注意队位的防守情况下 把球轻松的打动 波兰内的特短 抑制住对方 而我们的特长呢 今天总的来看发挥的还是不错 像波兰内 这个球应该是王玉梅能够把球扣中 真的是要求他有太强的自信心了 他 往一边扣球得分 偶尔打出 现在是13比8 中国内仍然保持着五分的优势 但对于排球比赛来讲 光一点打活的话没有用 必须满盘结活 波兰内想通过处攻 没有